HG榴弹 蒙面超人 Black Sun 经历完十一月中的大爆发之后 Bandai 月底终于静下来 这也是一件好事 奇奇出了这么多玩具 真是订都订得破产 月底是否真的没有东西值得订呢? 现在立即开始十一月底的玩具情报 看完你就知道有没有东西值得订的 我们第一个看的玩具情报就是 HG榴弹 蒙面超人 Black Sun 加蒙面超人 Black 真是厉害 想不到 Black Sun 到现在还有新玩具 说回这个榴弹 HG榴弹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自己也开过几次箱 不过我之前开箱的HG榴弹是龙珠 蒙面超人的HG榴弹 我之前也有买过 但做工真的差点 这次的Black Sun 看图的话 它的文理也算是做得足 这次除了Black Sun之外 竟然买Black的两个角色 就是Black和影月都出来了 一刹只出四个人气角色 这个真是不得了 不过大家都留意 这个始终都是扭蛋 官图可能做得很好 但可能出到来也有少少交交地都说不定 不过扭蛋的话 价钱应该都比较便宜 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 即是买来粗幻也不错 看回影月 即是Black的影月 会跟上一把撒旦剑的 看看它的价钱 这里看到官方定价 因为是扭蛋 一次计算 扭一次就要500日元 今回率转成港币 大概是28元 即是30元 如果要一套四支齐全 大概就要100至82元 如果有兴趣的话 到时留下几支回来玩也不错 其实这个是10月28日 已经开订了 明年4月便可以留下 应该可以购买 到时也有兴趣 可以给你购买 四支公仔每一支都会连台座 这些都很正常 有底座给你固定 现在已经有店铺开订 有兴趣的话 不妨留下 第二个玩具情报 就是FIXZERO 1比6的阿达德 留意一下 这个阿达德是来自 装甲超人第二季的动画版 即以这个版本来做原型 售价是1170元港币 大概是二三年第二季便出货 这个玩具除了官方说 有条裤子是用布去整成的 同一时间也配备了六支手型 还有两把武器 一把就像图里面大家所见到的 这把短刀 还有一支长棍 有两把武器可以任意给你看 FIXZERO 这个系列 我认为大家去玩具店 应该都见过它的作品 它之前出过的款式 初代超人和超人迪迦 都有很多人介绍过 如果买开的话 都可以考虑一下 买回阿达德来入手 一起来玩 接着我们就看雷雷的PVC 首先第一个是由V社推出的 暗黑精灵村 第二村人 先说售价 官方售价是29700元年税 目前回率是1663元年税 明年5月就出货 公仔全高250mm 这个暗黑精灵村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应该有很多人都走了 做了村长 因为这个系列都挺长的 精灵村已经出了十多个 我自己都忍不住 买了一两个 订了一两个 等它排货 现在这个暗黑精灵村 大家理解的是 这个暗黑版的精灵村 之前就已经出了 暗黑精灵村的第一个村人 今次就终于推出 第二个村人 拿工的 它的衣服都一样可以 除掉或者替换 大家喜欢怎么配搭都可以 留意到指定的官网订 会有特典送给你的 会多一个表情 还有草地台座 还有一个A3的挂画 如果想要特典的师兄 就要留意一下 因为普通版是没有这些东西 接着第二个看的雷雷PBC 由大厂A社推出的 碧蓝航线巴尔的摩 放学后版本 先说到售价 官方定价是22,881元 今回率转为港币 大约是1282元 下年9月便出货 碧蓝航线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这套都省了不少路斯基金 这个巴尔的摩 因为我本身也没有玩 所以我也不太熟 这套校服版本 会有两个替换表情 不过他并不太能够 因为我觉得他不能脱 一来不能脱 而且不够性感 只是单纯穿校服 如果是碧蓝航线的大粉丝 或者是特别喜欢巴尔的摩 或者是师兄对学生 有特别的兴趣的话 这一款都可以考虑 接着我们要看的 就是由大金工业所推出的美甲花音 这个美甲花音 先说一下手价 官方手价的定价 年约是29,700日元 今回率转为港币 大约是1684元 很贵 最特上一线厂的价钱 出货日期在二三年的六月 大金工业我本身都有留意 以前的定价也算是亲民的 不过可惜 现在的价钱就越来越贵 先说一下这款美甲花音 这个PVC 公仔 不得了 比起刚才上一款 这款不用说 第一点是露出度够大 以及够性感 而且上下半身都可以除 不过我就觉得 这款美甲花音的面相 就好像弄得有少少 和沿途 好像不太刺激 不知是否我错过了 就好像觉得差一点 不过这款美甲花音 我至少有兴趣过刚才那款 这个我会考虑的 但价钱也不便宜 要$30,000元 这个再看一点 接着就是由18禁的一线大厂 N舍的其他品牌 所推出的NB加的雷卜 先讲一下手价 官方的手价是$27,830元 连税 跟回率转到港币 大概是$1559元 下年7月便出货 首先是大厂出的 一定是信心保证 其次 这个造型真是狗傻殺食 不能不订 它的造型是以狐狸去做原型設計的 即是以狐狸去做原型設計的 整只公仔全是白色头发 身材更加不能说 又穿着长裙 这个一定会订 刚才那些我仍然有意 这个一定不用订 一定要订 这个真的太吸引 狐狸的角色不能不上 加上可以脱 18禁厂一定可以脱 官套都走出了 原本的设计 大家看的图片都看到 真的画得很漂亮 这个一定要支持 之前这个品牌 上两集都有介绍过 出了护士 我已经订了 这个品牌也不错 这个品牌很适合我后尾 如果它继续推出 大概都是这种风格 一定是出一只订一只 不用想 接着我们看的就是 由UC厂所推出的 出包雷王 股手穿围的护士COSPLAY 先说到手价 官方手价是19,800元年税 本回率转到港币 大概是1,109元左右 明年8月就出货 出包雷王这套品 我自己也没有看过 所以我不太了解它的角色 这个品牌真是给粉丝 如果有喜欢出包雷王这套 动漫的这套品牌 这套品牌都可以想一想 不过我应该看就算了 公仔不是很吸引我 不太性感 而且又不得随 这个品牌真是给 真的喜欢出包雷王这套品牌 或者喜欢这套品牌的 这套品牌去买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 十三机兵防卫圈的东云娘子 官方手价是28,600日元 年税 今回率转到港币 要$1,602元 这个十三机兵 我印象之中 没有记错 好像是一款游戏 本身是一款游戏 好像Switch有这款游戏 我自己也没有玩过这款游戏 不过好像听说 都挺受欢迎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角色 来的 说回厂商 这一间的生产商 就是一间 我不知道有没有介绍过 我也不记得 是一间 F社 我看过它的产品 都没有任何一款 我是有留意开 或者很未见过 它有什么代表作 先说回这一款东云 这款东云 老实说 它收到$1,600元 但它这个官袍 只是很简单的站在这里 真的有什么配件都没有 这个真的 真的对你对这个角色够不够爱 至少 如果你不太喜欢这个角色的话 一定不会用$1,600元 出来买这款游戏 看看它的出货日期 这是二三年的九月 这款游戏 真的太贵了 $1,600元 买这款游戏 没有配件 没有 不可以说什么都没有 只是罚企的话 真的没什么意思 我个人认为 接着最后看的 就是这个黏土人的猫咪 先说到官方定价 先说到官方定价 是$5,500元年税 跟回率 转成港币 就是$308元 明年8月派货 这款猫咪 我想有玩过手游 应该都听过 一款手游 是叫做猫咪大战争 这款猫咪 就是里面的角色 这款猫咪 真的相当有趣 想不到竟然会推出 这个黏土人 先说回这款猫咪 除了有普通面外 官方还会出现 猫罐头配件 除了猫罐头外 还会有食人面 可以替换 几个人 我看官方的介绍 他的手是用磁铁去移动 手脚都可以随意 这款款也挺有趣 $308元 可以看来玩 恶搞一下 算是不错的选择 今期特损东西 真的偏少 官方这个星期 都没有推出新东西 所以今期的蝙蝠 都比较集中提出雷雷的PVC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看了这几款玩具情报后,有哪一款你会有兴趣订的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和按LIKE我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